大家好,我是紅火球 你們看到我的背景話呢 其實只是換一面而已啦 因為另外一面已經被我拿去當電腦桌了 就是又另外放了一張桌子上去啊 好吧,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今天要幹嘛呢? 哎呀,今天也是一個還蠻神奇的事情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GoPro有人用這個東西 對,就是我現在畫面上、螢幕上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帥喔 這個東西也太陽春 不是太陽春,也是太直觀了吧 我覺得這個東西感覺好像不難耶 我沒有GoPro啊 而且這個配件用那麼貴 我想說反正我手機這麼多支了 人家不要的手機我平常都撿回收回來 都還是可以用的 那我又撿回收撿了一些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那種壞掉的背包的袋子 不要問我為什麼會撿這些東西啊 這個東西我平常就有在撿的 然後也不要把它丟給我啊 因為這是我家人不要才留下來的 然後想說那可以用這個袋子 做一個簡單的支架 就可以架在這邊 就像那個圖片上那個一樣 就可以架在這邊 那就用這個手機夾持裝置啊 那不要騎太快的話應該不會掉吧 我是這樣想的 而且手機就可以另外直接接麥克風出來 只要不要下雨 說不定是一個很好用的運動相機呢 好了各位你看我已經做的差不多了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被有人看算是怎麼用的吧 沒關係我先現場示範穿上去一次給你們看好不好 那就先這邊是左邊吧 就這邊套進去 然後另外一間是右邊一樣套進去 大概套著就好啦 因為畢竟土套的沒有辦法弄得順 然後再把中間這扣起來 扣起來 好了就可以了 有沒有很方便很快啊 重點是 然後再把這個用橡皮筋綁在中間就可以了啊 好我這邊用橡皮筋啊 因為線不夠長 好痛喔 因為線不夠長啊 然後再把橡皮筋用把它綁在這邊 應該就可以錄影了 那至於角度不夠的問題我才用廣角鏡來解決 可是我沒有廣角鏡所以我就有可能再找一下吧 因為廣角鏡這東西我不想花錢嘛 因為一定很多人有被在用嘛對不對 好不好 我忘記開燈了有沒有覺得這段特別暗呢 好了各位我已經把手機架裝上去啦 其實就是橡皮筋 10個而已啊 橡皮筋 馬鈴板而已啦 好吧那現在就來把手機也放上去吧 當然是拿舊的手機啊 新的手機 我會怕好不好 我怕我等一下摔出去 我又沒有新手機可以用了 那之前有測試過騎到4-5尺是不會掉啦 之前用安全片 因為你安全包測試的嘛 那我還蠻喜歡用那些有的沒有的小東西的 所以這是興趣啦 手機裝好差不多像這個樣子吧 然後再接上耳機 這耳機主要是要收音用的啦 然後再帶上這個耳機 再把這個穿上去啊 好啦穿上去之後差不多像是 這一種感覺吧 不知道它會不會晃欸 感覺會有點晃 感覺會晃欸怎麼辦呢 感覺會晃欸怎麼辦呢 沒關係之後再做一個固定的什麼的好了 然後再把這個耳機能接出 帶個風的地方啦 直接帶到這個安全包裡 哇這安全包好多的灰塵 因為很久沒有帶這一頂了 那差不多像是這樣感覺吧 可是它有點晃欸 感覺需要加強 可是差不多這種感覺 我再把帽子扣起來 應該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我再加強一下 等一下就出去測試吧 大家好我是紅火球 現在是測試路段 那剛剛我做好了這個 神奇的吊帶之後 大家來測試路段 那我也是有接聲音出來 不過我不知道聲音出不出來 然後 雖然現在太陽蠻大的 不過因為還有點冷啊 有點後悔穿短褲出來了 我本來想說太陽很大穿短褲出來 應該沒關係吧 結果現在有點後悔 那聲音的部分 聲音的地方 我是接在安全帽跟下巴中間 用直接用那個鏡片夾著啊 不確定它不好用 或能不能用啊 那今天是騎小白出來啊 那時速差不多就 四五十測試測試就好了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畫面啊 畫質啊 好像還不錯欸 我現在目前的感想 至少不會身體不舒服啊 雖然看起來有點蠢 不過因為我有穿外套 把那些奇怪的線遮住 所以感覺也沒有那麼蠢 我有可能要抓癢的話 就沒有辦法先面罩 因為先面罩喇叭 那個麥克風就不見了 如果之後有更好的麥克風 就直接裝更好的麥克風吧 其實我一直有在物色運動相機啊 畢竟裝運動相機才是 根本的解決之道嘛 可是運動相機就 呃 目前來講啊 沒有那個能力去購入 好一點的沒有能力購入 啊如果是那種便宜一點的 兩千塊三千塊那種 呃 很多都不支援麥克風啊 就是支援外接麥克風 好像一定要到一個等級以上的運動相機 才有支援麥克風這種功能 好吧那今天的測試就是短短的小測試而已啦 所以我不會騎太遠 那也很難很久沒有把小白騎出來了 順便騎出來溜溜啊對不對 啊小白冬天一樣不好發啊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講一下問題到底在哪裡啊 是因為網話嗎 網話所以冬天一定會不好發嗎 啊對了對了 如果我之後一直沒有物色到 然後我覺得還ok的運動相機的話 我可能就直接買最便宜的那種運動相機了吧 然後再用後製錄音的上 嗯 再用那種後製錄音上去的方法啦 就大概會這個樣子吧 就不一定會執著於買運動相機啦 好吧那就回去吧 測試也差不多到這邊啦 等等就把影片剪出來給大家看看品質如何 說不定會意外的好喔 那我以後就用這個了 大家好我是後製的紅土耳球 欸沒錯我現在就是在剪影片的當下啦 那這影片剪完的時候 我也之前就想過的是要 邊剪影片邊錄結果 因為這樣就可以省一次看補檔的時間嘛 那做出這個腰帶的效果 其實還蠻不錯的耶 背帶 所以以後可能就先考慮先這樣吧 那以後如果有資金 或者是等頻道 真的有辦法經營得起來的時候 再來多購入一些設備 然後再來多利用一些東西 或者是等以後我工作之後 就會比較多錢就可以投入了 不過工作之後就沒有辦法 錄這麼精緻的影片啦 好吧那就聽天由命嗎 不是要靠自己努力啊 那麼訂閱我吧 目標2萬訂閱 掰掰囉 了解